Ctrl A 因为我习惯用快速键 你们全选的话应该是在常用里面的编辑吧 编辑里面有个叫 全选的功能 是不是有个全选还是哪里 右键全选也可以啦右键有全选 这边也有是不是有全选 选取状态 那反正就全选了不然就记快速键好了我想这个快速键不难记Ctrl A就可以了 这边有没有没有 好了就Ctrl A Ctrl A全选之后的话那在插入插入里面有什么有那个表格有没有表格转换 转换为文字转表格然后呢我们的 这个 蓝数就一蓝就好了因为我一蓝 那这边选其他给后瓜糊按确定 这边选一蓝 这边就好然后 转完之后呢 再把最后一蓝一列给删掉 这一列删掉 然后呢并且把 这个东西删掉 因为这个东西是开头 那怎么删C Ctrl H Ctrl H取代全部取代 然后是 全部取代 然后再移到 第一笔 移到最上面看一下 我们的格式需要就这样然后头的部分也不要这个也不要 这个就完成第一阶段 OK 第一阶段完成就把全选取全选 Ctrl C 再到这边贴上 你就开一个工作表然后把它贴上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边做什么 做全也是选取了或者你刚刚本来就选取 你就把选取状态呢 直接点那个资料里面的 资料剖析 分格符号下一步 这两个打勾 这个不要贿赂 你就选什么下一步做这个不要贿赂 这个不要贿赂 就这样把把这个不要的贿赂的部分呢 通通选起来 这个也不贿赂 这个也不会或者是你贿赂的话其实贿赂没关系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那一栏给删掉就可以了 这边然后后面两个都这边也不用了其实这些都 这边都不贿赂 那不贿赂之后的话这样就完成了最后的话 你就把它盖过去没关系 我印象中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旅馆页这个也不用了 不贿赂 这个也不贿赂 好直接按完成 那最后呢你就把这几栏有没有 在用常用里面的那个格式 自动调整 栏宽就可以了 他就自动帮你调好了 OK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NAM 那最后做出来 其实上面这个就是 NAM TEL 跟Display ADDR 跟 PODDR 有四个栏位 他原来有八个栏位 我们只需要四个栏位 那做完之后 等一下再来看 程式 动态的做法怎么做 不过动态如果你觉得太复杂 你可以把它先做成静态的 将来有机会 再慢慢改成动态的 因为你如果资料根本不清楚的话 后面这些在做什么 完全是看不懂的 OK来画面先还给各位